和之国陆飞全技能机制解析 看到这个建模有没有一个我想上出乱A的感觉 这期视频呢就是和之国陆飞的全技能机制解析 这角色身上还是塞了不少小机制的 给大家好好说一下 记得点点关注 和最近的很多角色一样 和之国陆飞的技能机制也没有很复杂 可以说简单粗暴 它的普通攻击有4A 平A距离呢是非常远 前两A非常夸张 然后有一个能量条机制 能量条码之后 两个小技能会变成流英技能 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平A 3A是个鞭腿 4A跳的空中攻击 3A可以长按 可以飞得更远 然后4A在空中的时候 可以释放空中的技能 空中释放这一部分 就等到聊技能的时候放 一技能橡胶手枪 不管命中还是没有命中 都会产生此技能 这个距离没有二打路飞得那么远 开局往前面走两步才能命中 第一个此技能橡胶机关枪 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与此略微的摇杆转向 二技能印章 也是往前面走两步才能踢倒 这个技能的此技能呢 是月之空中踩对面一脚 路飞的此技能一也有两个 先空掉一下 产生这个橡胶机关枪 然后点击二技能 这个此技能就会变成 向枪乱打一个霸体武装色技能 这个技能也是释放的过程当中 与许略微的摇杆转向 当然这个角色 第二个此技能呢也有两个 我们先空掉二技能 然后再释放一技能 三档巨大化的橡胶战斧 这个技能范围是真的大 大概半途左右的范围吧 都能踩到反正是比较夸张的 路飞的这个能量条机制呢 此技能一橡皮机关枪 或者是那个向枪乱打 这两个技能命中呢 都会快速增加 能量条满了之后会进入流英状态 两个技能会瞬间恢复 变成相应的流英状态技能 在这个状态下呢 一二技能是会变 但是此技能不变 一技能流英手枪 会有一个破霸的效果 这个技能的攻击距离就比较远了 二技能流英鞭 鞭子很硬啊 攻击范围也是半途 两个技能都是释放 消耗半个能量 消耗完毕 结束零状态 没有变身之前 路飞闪避 极限闪避的话 会触发剑维色 触发瞬间的这个视听状态 两个技能会变成流英技能 但是这个剑维色触发 这个窗口期很短 十一一下的情况下 这个流英状态的技能 就摁不出来了 小夜火手枪 路飞越至空中 给对面一拳 进一拳呢 也是半途的距离 前面说过 路飞可以在空中释放技能 跳到空中的时候 可以点击奥义 直接在空中释放 包括其他技能 比如说 二技能这一脚 先踩对面一下 然后直接释放小夜 也可以连接 奥中机释放 最多在空中 连续释放两个技能 跳起来再踩 包括激动技能在内 只要是路飞 在空中释放的技能 都可以利用这个机制释放 唯独三档 巨大化的橡胶战斧 只能用来收尾的时候使用 点击奥义 消耗一个怒气 进入四档 就发现身上有 这个红色霸气的闪电 在这个能量条 存在的时间之内呢 都会有这个霸气的特效 所有技能增伤 而且和暴气的增伤不衷处 咱们会分开展示下 它的技能和伤害 一技能这一拳 7700的伤害有破霸效果 此技能呢 每一段单段释放的话 伤害1000多 踩头踩下是 7500左右的伤害 小异这一拳呢 是1500左右的伤害 这个都是有能量条 加持下的 变身之后是不可逆的 就变成四档之后 这一小就不能变回去 没有能量条增伤球下 小异就12000多伤害 一技能这一充拳呢 就变成6000多伤害 此技能这个乱打呢 每下就掉800多 踩头这个伤害呢 也就变成6000 变身之后 猛灌一套带9奥 给大家看一下伤害 空跳的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没有能量条的情况下 这个捅傲 命中的伤害是18000 前面说过这个能量条增伤是和 爆气是不冲突的 所以说直接变身之后 开爆气 给大家灌一套看看 这个变身状态就是放手一搏 灌伤把对面灌死之后用的 变身这个形态之后 本小局是不可逆的 所以说呢 如果想恢复能量条 就是极限闪避 这时候肯定会有小伙伴说 资源焦光灌那么多伤害 有点不值 别忘了 还有普通攻击没说的 变身之后 直接闪过去A 这个伤害 就是为什么视频开篇的时候 说我想乱A你 这个路飞有两个奥仪图 测试版本没实装 所以说咱们讲一下的激动 激动技能一 这个跳在天上攻击的这个技能呢 屋中释放的技能都可以揭晓奥 而且也可以普通攻击揭技能 给大家展示一下 跳起来放这个技能 多一段制空呢 就可以躲掉地面的援助 像雷利啊小马啊都行 变身之后 这个激动技能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 有一说一 这个霸气震撼的特效 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一个激动技能 灰熊送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技能 我个人是推荐 带制空效果的那个好用一点 因为一般变四档的情况下 就是出来斩杀的 最后来展示下车的援助技能 就得点点关注 那本期关于 何之国路飞的全技能机制解析呢 到这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